歌仔,在搞甚麼 今天是25號 不是,1號才交的嗎 原來是這樣的新玩法 又是月美,借電腦來 讓我自己交預費 沒問題,拿去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第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去參與這個光浪準備的選舉 而是可以蓄勢政權的改變 那為什麼一直以來、22年來做不到呢? 我相信在過去一段長的時間 社會的民情和現在當然是完全不同 業務裏面的傳統化文的領袖也都有或者理念的原因 不認為是需要這麼大規模製造新的組織去參與這個人 我們純粹講數學的分析 在現在現有功能組別裏面 除了某幾個,例如香港議局等等 幾乎是絕對不可能改變之外 其實沒有一個組別 根據即使是現成一個相當不公平的遊戲規則 都不是沒有空間去促成一些改變 只不過以前大家不去想這些風景 舉例一些新的組織、新的公司 通過加入現在他們認可的那些會的名單 其實就可以有足夠的投票權 所以在過去這麼久的時間 通常傳統化文的朋友 通常是參與以個人票為主攻的組別 就算全部都拿了也好 都不會夠 哪怕是東諾組別裏面分組聯票的一半 那寧願就會在這裏 也不可能有通過議會 即是所謂變天的空間 這個是過去一個客觀的現實 即無論原因是怎樣 我們說這是一個客觀的現實 但是如果全香港的市民有一個完全不同的認知 就是說其實每一個組別 你要它拿回來其實不是不好 如果我們要指正研究每一個組別的定義 你會看到正如剛才跟東諾相關的朋友介紹 是有不少空間 如果我們相信香港主流的民意 而是根據一制而例 譬如上市區議會選舉 或是下市區議會選舉 或是下市區議會選舉的分別 我們不應該相信香港主流的民意 是有不同的比例 因為如果我們未試過 誰知道不能夠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三節 這一節由我發文 我首先做個簡介 不一路都是你發文 我做個補充 我先做個簡介 其實我們看每一件事都有一個實言和英言 實言就是在現實上我們做到什麼 英言就是從政治理論到一個層面 如果後者就說耶穌 那些就留下 那些是國我國語 我和你沒有說任何分解 英言是我經常說的 現在是說實言 實言就是具體的我們怎樣做 以及可不可能是否適合 就是做不做到 但是我想第一件事 是界定現在這個事情的本質 以來看其實這個 是不是香港和中國之間的政治博弈 你拿正來做 那這個全部都是在他的框架 你能夠做的事情 如果你說得明所謂的博弈 是不是可能在框架之外 即是說得比較學實 這個是不是Game theory 裡面的運作 這個絕對是一般香港的所謂 是不是叫港主 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較好 這個詞 都能夠參與遊戲 這個大家普羅都能夠參與 就不止是博弈的 博弈那些就去到下一個層次 我相信 所以我不會認為這些是什麼奪權 都是你賦予權限的一部分 至於你說是否做到 我想這個是很多朋友都會問 這個剛才 說回以前為什麼做不到 其實這個你就不應該問我 是問回現成的議員為什麼做不到 我們純粹是一個很離地的角度 看Regulation 你參與一個遊戲 你應該有一個轉型的概念 即是概念 如何玩贏 我們 遊戲規則 考試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知道你考什麼不考什麼 你考慮過書 那你就考慮過書 這個是那個概念 你可以不玩 但你玩得起碼應該要知道如何贏 那你根據那個遊戲規則 很多所謂公司票 其實那些公司的資格 不是絕對不能鬆動的 你就可以成立新的組織 公會 公司 有些資格是要參加某些組織 譬如說香港總商會舉例 其實原來我也是近一段時間才知道 我現在都有十多間小公司 那他們任何一間公司都可以 加入一個委員會 給會費 然後他就可以投票 當然你要登記一個選民 但這些在絕大多數時候 那條街是沒有任何人知道的 但是當你問到它的細節 原來所謂的商界 一我是一間小公司的老闆 那我交你的會費 那我就有一票 那他上屆當選的那個人是四百多票 那就是林健鋒 那你根據這樣的倫理 那你找四百多間 我這些細節公司 其實是周街都是 那他們給一個總商會的總商會 是幾乎沒有任何的成本代價 當然要付錢 那這個就是那個所謂的漏洞 不知道算不算 那起碼你不會試一下 你這樣參加是否可以贏到 原來贏不到的 那為什麼呢 那會知道 但是過去那二十多年 似乎是沒有什麼朋友想過這一類的方案 我想回應你這個問題 就是我自己做過立法會議員 我對功能組別 這個萬惡的架構 我有很多研究 絕對是 就是每一年 就是除了你要證改那一年 那麼大家也會辯論 那個立法會產生辦法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那前面就會醞釀這個政改方案 平時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都會延以一些政策 然後將它變成法例 就是去修訂一些選舉條例 收小收小寶 全部都是技術性的 那麼其實泛民主派過去呢 就是他自己也有一個 就是你說他盲點 一般人可能叫他 就是他因為他是反對功能組別的 對不對 他經常罵功能組別的 他在立法會發言的時候 經常罵他們零票的 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 又有成十個人是功能組別的 也叫做泛民主派 他們是可以這樣的 那些就是他認為 我選民基礎比較堅實 因為我是用法律界一人一票 我是教育界一人一票 我是社會服務界一人一票 我是一人一票 那麼這種功能組別 就沒有那麼萬惡 那麼你剛才的問題就是說 不是要將這些所謂公司票 或者團體票 將它變成個人票 令泛民都覺得我可以去參與 對不對 那就是一個目標 就是這樣 好了 那麼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泛民沒有去推動 將這些所謂公司票 變成個人票 有沒有呢 他們是有提出這些主張 但是他沒有認真推動 甚至乎有些他有個壓力 就是我要消滅功能組別 你怎麼可以叫我 叫他修改功能組別 這些什麼呢 就會有這個盲點 我就最簡單的 我不理你什麼功能組別 我也是反對的 那我們就簡單一點 我們這些人說 你叫口號而已 很容易 但是事實上就是說 如果用你的說法 你說這些公司票 其實都很容易 你都可以有很多公司 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試 現在沒有人試 但是你沒有說到我要改 公司票變成個人票 不是 這就是下一個步 比如說你不會突然之間 那一刻去立法會投票 然後投贏 一個行動就是這樣改 所以其實是有個路線 你第一個步驟 你要選擇一些 他講得明是支持 將這些公司票 改國人票 然後全面普選 諸如此 他要承認這個路線圖 其實之前 為什麼大家對以前的議員 這麼有意見呢 我理解就是 當你正剛 你其實沒有一個KPI 你正剛 你承諾了 譬如說07、08普選 你做不到 因為北京不給 那你就沒有了一個 可以測試的機制 那大家就覺得 好像做不到 這個我想是新一代有很多的情緒 倒是很多的繁華前輩 他們很委惑 其實都做很多事情 但是新一代有這個想法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是不是有些朋友 他根據這個系統 如果真的被他選擇進去 那他過了半數期有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說 你過了半數 配合一個新的行動 那個行動 就是說你自己 真的可以將這個 不用經過北京的預告 你都可以內部立法 將那個議席 由公司變成個人 就是當年新九組化 那這個是一個簡單 多數票 如果那個議案是你自己特首 但是當年彭令康已經做過 他不是深刻給他 做了一個臨立會出來嗎 這個是當年 在港英後期 你說說他有幾年 這個就是說 你如何去演繹那個法律 回到剛才最初那個問題 你根據現在的法律 那個框架 將一個每一個界別 譬如說漁龍界 跟著那個特首主動 提出一個議案 將漁龍界 是由漁夫農夫直選的 將這個定去立法會 那根據現在的規例 就是簡單多數 不需要分組聯票可以通過 如果是由特首 所以如果整個計劃都是這樣改 的話 起碼技術是做得到的 我告訴你 他會釋法的 OK 你以為這個 跟 動不了基本法 但在他的解釋 你的功能組別 這個架構的改變 你說你將公司票變成個人票 他可以當你是動到這個基本法 等於是 他可以釋法的 即是等於他04年釋法 等於你07年08沒有雙普選一樣 等於他07年出的人大決定 等於你沒有2012雙普選一樣 明白 這個真的需要回應 他可以做 你聽我一下 為什麼我剛才一開始提出 這是一個博弈 博弈的意思就是 你做什麼 他也猜到你做什麼 他會有一個相應的對策 你也猜到他將會做什麼 沒錯 所以剛才你提到 你可以這樣做 他這陣子就做了 本來我們要播片 第二段就是 就算立法會過半有什麼用 你那個說法就是 過半有什麼用 先回答剛才那個 因為那個是一個 很值得討論的議題 他沒有釋法 根據基本法 其實你 甚至他DQ了你 即是你任何事情都可以做 因為是授權法 即使你除了一個人 什麼都好 你北京說真的為什麼可以 那問題就是 這個世間上那個 那個法律 那個endorsement 是有適當的規範 任何地方都是 即是你說 本身 我們法律是說 可以做這些事情 譬如英國法律 你可以叛國之類 但那些是一百年都不會發肆的 如果你每天都負責人叛國 大家就不會相信這個法律 其實基本法都是 即是我們 沒錯 就是在說是避而不用 每一條法律都有 每個國家都有 大量避而不用的法律 你不可能不斷濫用 那些年輕時代的公安法也是 這個是緊箍咒的作用 你不可能每人都見 但是他現在不是 你看看這22年 共產黨所做的事情 在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現在出現一個 我叫中央全面管治權 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 沒錯 但我又看回當年 如果當年你第一次參選 就已經被人DQ 那時候社會民情會怎樣呢 就是因為那時候本身 如果這件事 和他所謂extreme measures 中間是有一個龐大的距離 那便會這樣回復 現在也是 即是每天都扔人半個半個半個 你會立刻回復 這就是我們的計劃 我想Simon 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現在做了出來 如果因為他打橫離 這樣也不行的話 那就讓他向世界解釋 對世界顯示 這個是一個proportional的問題 即是你本身這個反應 和他一個proportional的回應 本身是會出現某種反應 就像當年你第一次參選 不一定是會有 這個必然有 但是你始終都 有了這些反應 那又如何 沒錯 這個問題亦都適用了 所有的激進、溫和、抗爭、溝通 任何路線都要問這個問題 如果你這樣 他又可以這樣 任何問題都會這樣 即是等於我們做的事情 經常被泛民 或者黎智英之流 激怒共產黨 你不要說港獨 即是你全部問題都要回答這些問題 如果全部因為這些問題 我們不想不做 其實我們也不會 這個不等於不想不做 而是這種做法 通不通 沒錯 合不合 所以你要搞清楚 譬如有些人提出質疑的時候 不是代表說 喂 這樣就不做 不是這樣 不是做完 不是做一個實驗 我們就知道結果 等於我那時候 五區公投也是這樣 每個人都說不行 不做 誰知道不行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比喻 即是不同意當時那個 如果那個計劃本身 是有劇本 有訴求 亦都知道 likely的效果 可以或是不行 這樣就可以測試 我覺得現在大家就試 你不知道 即是不知道行不行 那你那個測試的東西 至少你不是一個永續的概念 即是你騙別人說 那你試一下吧 不得穿你又試 試二十年 這個是有欺騙性 但現在你是有一個 這是一個測試 我們知道 你會知道那個時限 時空 我想現在 希望我這一代人 都是心急的 即是你說如果你 某幾年 你再是這樣的情況 娛樂兩個女兒的爸爸 會不會放心 在這個地方成長 這些是一個很 tangible的時間表 你可以欺騙到很多人 但你心裡 你欺騙不到自己 即是沒有人都有一個 time table 那我直接問你 如果到一天 你都覺得 證明他不是真的 玩一個兩制 或者這個 這個壞爛臉 你覺得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這個問題是正在剛才 想請教教授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 那幾件事不會有 有什麼基本的 factual disagreement 第一 現在這個中國政權 是一個很強硬的政權 它是一個 big data management 管整個國家 而你見不到短期之內 它會有突然之間的改變 第一 第二就是香港現在 大家的民情 是相當之 對這個制度有反抗 包括香港現在的做法 特區政府 北京那些 全面管治外作風 這些大家都會知道 但問題是 你說可以做些什麼 其實我們要回答 你是 還相信不相信 我講得很具體 剛才他提過 他可以釋法 第二就是 他可以DQ候選人 如果以前是DQ的 DQ黃之鋒 我們便是Pan B 但到現在 他又釋法 又DQ 他在記者會內 會說這個 第四條問題 剛才我們準備 不過現在我們不播 香港政府 會否因為巨怕 立法會 泛民可能過半數變天 而DQ候選人 這樣 你已經DQ了 到現在我們 應該有什麼反應 其實整個論述和DQ也好 譬如選了之後 他不委任也好 其實全部都是說一些 我所謂的 相對 在現在 常態之外的 那民間面對這些 那民間面對這些 有什麼反應 我用幾個國際案例去比較 如果我們在香港 舉例 先講特首 如果你選了一個特首 他不委任 那會有什麼效果 第一 選了那個人 他會有規定 規定在國際案例 他可以 變成一個 有一些認受性的政府 因為他選了出來 有民意的認受 即是找到垂大國 這個可以是一個例子 但是本身 他有民意 本身香港人一直做不到這個效果 第二就是 他選了出來 如果你不去申請的話 根據現在美國對香港的法案 那他可以研判 這個一個兩制不是真的 那他是不是這樣做 我們不知道 但是技術上可以這樣做 那這個是一個不確定 即是說 到時香港還可以用來花錢 這個是一個不確定 那當然第三 現在我們會知道 就是會有前線的朋友 那他到時候有什麼反抗 什麼行為 那這個相應的風險 他要不經常承擔 還有暴動 那這就是他本身 應該要計算 這個不是我們想 或者不想 我純粹說回 現在的現狀 應該會有這些選擇 那你說 如果你是北京 或你是習近平 你剛才想到這個 那可能會這樣 他的代價是什麼呢 就可能說 接受你做特首 那兩條數怎麼計算呢 那我想 不知道 沒那麼絕腳回來 也是剛才第二節說 即是 這個是部份價值 它是一個理性的 部份價值 是可以反抬的 我這個我想補充一樣 就是剛才提到DQ那裡 根本他連入場 都被你入不了場 你怎麼會找個泛王特首出來 老實說 這個就是看什麼叫泛王特首 他可以這樣做 其實是 不用等你選到之後 我就去不任命你 以前說過 連曾俊華也不想任命 就吹風不讓曾俊華 等曾俊華死了一條心 就說 喂 就算你選到 也不會任命你 你說得對的 我們就討論一下 怎樣叫泛王 以及怎樣不任命 我們回來說 好 答案 你怎麼會把這群人 抗爭 想要怎樣 これ也是 賺 可以 看